为了提升陈时标市金市商品的市占率 新北市金发局就和新北市金银珠宝商业同业工会 共同举办煤盒采购会 将邀请辖区12家贩售陈时标市金市的厂商在市府社滩 并且有130家以上的银楼业者共同参与采购 预计可以创造2亿的商机 今年5月份母亲节时 新北市政府协助新北市金银珠宝商业同业工会 推动陈时标市 也就是在每个金市商品上加注它的纯金海量 希望让消费者在购买黄金时能够买得安心 公国表示由于目前配合陈时标市的商品 市占率只有两成五左右相当有限 因此12月15号 新北市金发局再度协同工会 举办新北市传产创新 金银珠宝商业媒合采购会 提供营聋业者最直接的采购平台 今天我们新北共130家的银楼业 至少来主动来加入 陈时标市 那我们的方式是 我们希望把它上游的供应商 或者是加工商 直接请到新北市来 直接做媒合 那最快 所以130是加大金融 金银珠宝店 要对的12家的这样的业者 所以我们看到有工艺社的也好 有金属公司也好 有科技公司 全部来来到新北 我们五个月也是办一次 我们今天感谢我们的业务长 帮助我们新北市这个机会 来办这个 给我们采购会 要要我们新北市 也是要继续 跟着主板路 我们每年如果有机会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市政府配合 这次的媒合活动 总共邀请了12家贩售 城市标市的金市厂商 来到现场 并有超过130家以上的 银楼业者参与 银楼业者表示 有越来越多消费者 在购买时 指定要有城市标市的商品 能够有城市标市 对消费者 以及银楼业者来说 都是最好的保障 像这样子 每一家活动的话 我们可以很了解说 我们的厂商 到底目前还有什么样子的商品 然后这样子的话 因为有时候厂商不一定 每一家银楼都有跑到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现场看商品 然后可以跟厂商那边 做讨论 对然后可能 我们也可以希望 他们商品上面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基本市建发区指出 今年度协助金银 珠宝工会 推广城市标市 就是希望提供消费者 更好的交易品质 以购买环境 更期盼 城市标市商品 能够有目前的 两成五市战略 提高到五成以上 记者生平站们 其新北市采访报导 本窄西开 叫好